作为一家国际化的大公司 现在我们好像已经很熟悉爱马仕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如果你去到爱马仕的专柜的话 可能包看到的反而是最少的 从服饰啊 这已经是比较熟悉的了 到一些丝巾 到鞋铝 包括我们如果能在官网上逛一逛 去官网上看一看 目前爱马仕的这个目录叫什么 定制物件 你会看到有很多箱包 当然是可以定制的了 如果你对你的箱子 你的皮包有特殊的需求的话 同样都可以联系爱马仕去 定制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形状的箱子 在这段文字里面我们看到 一切梦想皆有可能 钓鱼竿 拳击手套 吊床藏宝箱 特定用途的皮包 量身定制的西装 稀有的皮革夹克 冲浪板 翻船或飞机的舱内装饰 这样看来好像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爱马仕做不到 是不是 除此之外 还有Petit H创意实验室 在这里还会看到 不需要定制 就能看到的很多 可以用作礼品也好 或者装点自己生活的这些小物件 那目前看好像不是特别多 但是它的大的原则就是采用一些 我们认为是边角料的东西 做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同时再往下看的话 可能能看到陶器创想 用陶器加上爱马仕所擅长的皮革 或者是其他的工艺来做成非常精良的物品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爱马仕什么都做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网页 一起来聊一下爱马仕打字机的历史 当然了 这个网页也是供大家参考 最初设计和制造爱马仕打印机的公司 是这个EP开头的公司 这是一家1814年创立的家族企业 最早制造了一些世界上最好的手表机 新和音乐盒图片上的这个音乐盒 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精密了 最早开始设计和制造打字机 是在1913年 但是10年之后 他们研制的第一台打字机投放市场 但没有成功 到1935年 爱马仕Fatherweight打字机投放市场 被普遍认为是第一台便携式打字机 我们还能看到这个打字机的左上角 左边这个部分还能看到爱马仕的logo 我们也了解一下它的尺寸 紧凑的设计尺寸仅为2.5英寸 重约8到10磅 这个重量应该还蛮重的吧 并配有金属手提箱 超低调的Fatherweight 成为了世界各地作家和记者的标准旅行打字机 再往下看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新的颜色 这个叫做爱马仕Baby打字机 Baby打字机是另一款非常成功的打字机 在这篇文章上说到许多人认为它是打字机的mini cooper 最初推出时 Baby几乎立即获得成功 并成为当时小说家 名人 记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必备打字机 那我们其实很容易理解啊 现在我们都是非常希望 非常期盼一些便携式的设备能够推向市场 我们也会期盼在出门必须带电脑的时候 能够带一个非常轻便的电脑 时间来到1952年 爱马仕2000打字机 那2000是它的型号 同样我们看到了熟悉的爱马仕的logo 这是一台黑色的光滑表面的打字机 配备圆形件 爱马仕2000型被认为是战后性能最好 颜值最高的打字机 确实蛮酷的 同样的型号 后续版本具有熟悉的绿色 让人联想到爱马仕打字机系列 爱马仕宣传说他们的机器的绿色 被认为是最一时眼睛得到放松的颜色 到了1958年 爱马仕3000打字机 爱马仕在1958年对其打字机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设计改进 并推出了新的爱马仕3000模型 这种曲线型的打字机线条优美 被很多人认为是几乎是性感 人们非常喜欢这款打字机的外观 的确相比那个黑色的2000的打字机 这个3000看起来却是圆润了很多 1967年的3000型打字机经过一些改进 变得有点方 没之前那么性感 但重新设计的3000控制件更容易理解 应该是优化了使用体验 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 那继续往下看 我们看到了一个 哇一看这就是一个能拿着走的 对不对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一款有箱子的打字机 那这一款呢 一看就是可以合起来盖子的 同样型号为3000的打字机 这是1970年推出的设计 1964年爱马士Rocket作为便携式超小型打字机 首次亮相就备受赞誉和欢迎 以至于他们给许多其他公司发放了Rocket外观生产许可 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打字机 看起来像爱马士Rocket一样 却带有另一台打字机制造商名字的原因 这款打字机Ambazard被推向办公市场 这款笨重的爱马士打字机 重45磅存在感十足 那应该也是便携和专业设备的区别了 重也是有重的道理的 其实现在在二手市场上 也能看到很多爱马士的打字机在出售 但是呢 现在出售的打字机就没有办法作为正常使用 来存在了 它只能作为一个工艺品或者一个收藏品 其实在很多比较复古的酒店啊 或者餐厅啊 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装饰 下次大家看到打字机的时候 别忘了看看是不是爱马士出品的打字机 好的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